每个转角都会让你惊喜 糖果手杖、小精灵和各种动物等400多个造型 点亮了4公里长的车道 金箔里·斯图尔特是第一次来看灯展 我好激动、迫不及待地来看 我爱一切和圣诞节有关的东西 造型有大有小 85岁的马莎·汉德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 我要感受圣诞节精神 这让我很开心 如果我下一个圣诞节不能来了 至少我这次赶上了 沃特金斯公园的冬季灯展已经开办了27年 每辆车收5美元 门票收入用来办灯展 游客也可以向当地粮食银行捐献食品罐头 灯展组织者凯西·加里特说 灯展的场面在逐年扩大 这是华盛顿地区最盛大的汽车圣诞节灯展 这不仅是送给社区的礼物 也是回馈社区的方法 一家人可以在舒适温暖的车里看灯展 不用担心外面的天气 那在闪烁的灯光里冒着严寒 为绵延不断地成千上万车辆 指挥交通的是谁呢 是木头战士 尼可·巴特尔斯和家人 特地来看挂满彩灯的大圣诞树 这开始成为我们的传统了 孩子们很喜欢 我们总是在车里放着圣诞音乐慢慢开过 杰瑞尔亚历山大在公园附近长大 他很怀念海底时代看灯展的快乐 现在他住在维吉尼亚州 我来了一年又一年 我家很多人都喜欢这里 维吉·洛佩兹参加布置灯展 已经25年了 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曾经带他们来 现在我们的孩子带着他们的孩子来 唐纳德·萨瑟兰一边收着钱和捐赠 一边说 每年都看到同样的家庭前来 让他心里很温暖 我看到一些孩子还是婴儿就来了 我看着他们长大 看着他们每年都来赏灯 给我很大的鼓舞 除了欣赏灯展外 朱迪·约翰逊还向有需要的人捐赠食品罐头 我们应该尽可能帮助我们的社区 这很有必要 大卫·比肖普说 捐赠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回馈社会帮助别人是一件应该做的事 不过对孩子们来说 好玩最重要 三岁的迈克最喜欢这个 恐龙 这个男孩的观感也许是最好的总结 太棒了 美国之音部落客马里兰报道